进到第六页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您看,这个是跟室内设计有一点点关系的 平常如果老师您在想一下,如果比如说家里面 你要重新装潢,或者刚好有房子 或者租房子,你要入住 你是要装潢,对不对 以各位我们以前的经验,你大概就是手画 先大概画一下,然后跟设计师稍微讨论一下,然后再来装潢 可是因为你想的跟他想的,还是会不一样 所以说尤其是你画2D的 让他跟你讲,这里可以放什么 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不见得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请AI来帮忙 在室内设计这一块也很方便 目前呢,您可以看到,我有找到,其实我找到好几个 但是 第一个应该是相对方便,因为它是完全免费的 你只要登录Google账号就可以用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先用第一个 有时候你看我这里打开 第一个 好 进来之后呢,您可以看到就开始 左下角有个蓝色的 开始 那他就会请你先 做一个Google账号的登录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好 那一样的 我们把镜头转到大家这边来 好 OK 来,那您看一下 各位,我们的现场 现在是长这个样子 大部分老师都入境了,对不对 好 那你想一下 我们这个教室 如果你要把它重新装滑掉的话 不要 就找AI帮忙 你也不要画了啦 来,我就直接把这个画面抓下来 好,你看喔 我把它抓起来 我们请AI帮我 但是老师你不用担心,因为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人的部分他会把你去掉 也就是说他的抓的是那个空间 就是那个透视角 那我先把它存在这边 好 存起来 OK 那我现在呢 这一张我收起来了 我们来看 他说 你如果好的,你可以在这边 所以老师也可以往路上找 就找那种空间的或教室的 还是房间的都可以 那 刚刚这一张我用复制的就好了 这一张我直接复制 然后到这边Ctrl加V Ctrl加V贴上 好,Ctrl加V看能不能贴上 不行 来吧 那我还是 直接来点选 这一张 上去了 对不对 好,那您看一下下面这里 在他的下方 他有问你 你要怎么样 这个是什么样的房间 利便论就是客厅 对不对 Coffee Shop 还是Wall Shop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工作房 好,然后呢 你要什么Style 各位老师 这看不错 Google翻译 你就看你要哪一种 你要有禅风的 还是要有工业风的 还是什么 地中海式的 它很多 那你可以画成草图 Sketch 这个就是草图 所以 你可以看你要哪一种 假设我要有那个禅风的 好,我们就按一下 然后呢 就告诉他 深层 我还没有登录 登录一下 好,有了 然后找一次 这个是Wall Shop 然后 深层 马上看一下右手边 他会帮我们深层什么 你看看 你看看 要没有马上就一张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的透视角跟我们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像是 室内设计应该是要怎么做的 以前他们要做这种事情 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吧 对不对 不光是海家具啊什么 但是 对我们 就是假设你是所谓的就是 我要请人家来做 我这样子跟设计师沟通 有没有比较具体一点 我大概就是要这种感觉的 以前你会去找 人家 比如说网络上 书上面的范密 告诉他 诶,我要这块风格 可是他的隔间就跟你们不太要 但是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像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还可以再换 你想要换成 好,你要办party 有没有 最近这个节日快到了 恩圣节 我们就请他帮我们装饰一下 你有没有感觉人都不见了 有没有注意到 人是不是都不见了 因为他只是要那个透视角文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 medical 医院的 还有 好,我们找几个试试看看 其实你也可以改看看不一样的空间 比如你变成教室啊 变成演讲听啊 变成这个利便论 通通都不一样 这样了解了 所以这样 可以体验了 所以你看在室内设计 现在你是不是也改变了 所以你就知道有AI 插入的那个 那个产业马上就会 产生很多变化 虽然看起来目前 主要是以科技的 比较多 可是你 一定会感受到 绝对会 更深入到各个领域去 因为 很多领域 以前 要做这些事情 没有AI的时候都会花很多时间 但是有的AI 真的 这个 步伐 会快很多 好 这样子 OK的吗 接下来老师往简报第7页 开始我们做一点点会动的 老师你可以接受 上面的我在 动吗 勾引 那是AI 我只有提供照片而已 你觉得这样 还可以吗 还算有效 对不对 而且老实说 如果你没有 就是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DID虚拟主播动画 我也只有提供照片而已 这样真的很过分 所以你知道什么叫虚拟主播 声音 声音 你可以选择 你要用自己的 还是用那个 老师还记得AI孙艳之吧 孙艳之 现在也有一个AI的身份啊 就是人家把他的那个声音唱过的歌 就是 特征弄下来之后 那就可以让他去唱所有的歌 对呀对呀 所以 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 现在诈骗 你听到的 不是那个不认识的 看到的不是不认识的 都是看到你认识的 听到你熟悉的声音 他倒在一起 所以 AI 就是 两面 用在好的地方 确实可以很坏 在的地方 也做得很绝 所以我们真的如果你不熟的 其实说就算熟的也会被骗 因为他会越来越细致 所以说像 目前来讲看到的这些深层的不管是橱片 或者是银片 他们 可能都会在下面 或者图片上 加一个就是浮水印 可是你知道这个只是 暂时的 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 这两个怎么玩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第7页 这里呢有几个地方 你看 你要会画图的 就是这个一个 然后脸部特效的还有这个都可以 然后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是这个 你现在看到我右手边是这个 第2个 第2个 所以老师你可以用自己的照片试看看 我已经有牺牲了 所以刚刚那位老师 像这样 好,你看我把他点进来 脸部特效 你只要给他一张照片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就帮你深层 直接会动的 这是一种方式 好 另外一个 我看一下 第1个 第1个 第1个的话 是哪一个 第1个 等一下 第1个是我 你刚看到我的那一个 第2个的话 他是 那个 比较固定的 有没有 像这样 他可能 做比较夸张的动作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老师你用的是第1个 就会产生跟我右手边一样的东西 好,那我们来看 这样子 那老师我还可以用你的照片吗 好 那我把老师那一张 重新叫出来 对,老师不用重新出来 我只要他点头就好 就是这一块 所以老师有没有感觉到 来一次就好了 大小不一样没关系 那我就可以放上去 对不对 那因为我是复制在前面部上 就Ctrl加 把它贴上 进来了 请他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跟老师现场的 有没有一样 你看他渣渣一点 这样 老师 你自己觉得有像 有没有很夸张 有 老师不是只有这个 他在下面这边 你看他帮你弄出来加强 有没有还有这个 帮你通话一下 也就是说这个网站 其实你看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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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其实啊 我有去看一下他的公司 我公司 其实就是 对外的那个检验 对外的 因为检验叫 Card Card 好 那他这个叫 Card Card 他们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 对对对 只是换个 那 所以你看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一下 不要 就这样子 简单 所以呢 现在真的要做类似的东西真的很方便 那 另外呢 您看到像在这里 这动态老照片意思一样 意思一样的 那么如果您 是 后面这个 我们刚刚的是只有 找个扎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要他讲话 他给我讲话 那 这个 DID啦 或者是我们后面这个叫做 Vidnose AI 这个 就是变成 那个 就是有点像 主播照概念的 那他有结合在Card 他有结合在Card 所以这个部分呢 如果老师你讲是的话 其实可以用 那 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 免费方案是提供20点 这个就没有每个月重买 就是一个账号20点 对 你就可以生成 那 生成到底扣几点 会依据就是你的讲话的长度 会有付价 那 所以说我们先给大家 一个 那个 部分 这边 您可以看到的简报的后面 最后面倒数第2页 23页 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 就是说AI也好了 或者是老师 以后用网页上的一些服务 很多是不是都要求老师要注册账号 对不对 那你要注册账号 老师是不是都用真的信箱 因为现在很多是不是都会验证 他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老师你每个都是真心的 我只是想来试一下而已 我想玩看看但是 我如果老师用你自己的信箱 你收到广告信也是应该的 对不对 好所以说 这个叫做抛弃式信箱 万物皆可抛吗 信箱也可以抛好吗 老师如果有看过Michelin Passport 有没有 讯息来自动消费 我们信箱也可以这样 所以这里有两个 一个叫做Tenver Mail 我最近比较常用这个 以前比较常用下面这个 下面叫做10分钟 那两个都可以 只是呢 下面这个我后来不用的原因是因为他收信的速度比较大 可能你大概等了好几分钟才会收到 可是我们用这个Tenver Mail 他 跟我们一般的信箱差不多 就几乎就可以马上收到 第二个 他的广告相对比较少 所以我大部分是用这个 所以老师如果你有需要 我需要临时注册这个信箱来试看看 那你就打开他 打开之后呢 他会在这边 帮你产生一个临时的信箱 然后收发信件在哪里 就在他的下方 你要收发信件就在下面这边直接收发 这样老师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会有一些广告 有一些广告但是还好 如果这个信箱不要了怎么办 你就在右下角这边 删掉之后他就给你另外一个信箱 这样可以吗 信箱用不完 所以 只要不是那个 行动电话验证的 因为你不会手机用不完 如果是透过Email认证的 那这些应该大部分都可以 这个是 如果老师你想要试看看的话可以这样做 那 我就先来找这个 这个 我们在这边 我就 开一个 这个 找到 空白的 你看 一样找Canva的应用程式 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服务 为了 很多都帮 Canva做的应用程式 为什么 因为Canva用的用户那么多啊 对不对 你如果在那边用了 就可以顺便到我家注册啊 在那边玩更多了 所以呢 您可以找到他的应用程式这边 应用程式这里 按下去 好 那您看 往下走 或者你直接打关键字DIT 也可以 好 那其实DIT只是其中一个 其实我们里面还有很多 你看喔 像什么Mojo AI 有没有 然后我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有一个叫做DIT 其实有一个叫黑卷的事 不见了 没有看到 来我找一下 DIT DIT 哎哟 来老师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找到 请你找关键字 有没有DIT AI Presenter 就是所谓的虚拟主播 好按下去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他 好那你就可以从这边点下去 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他会问你 要不要用 然后就介绍一下 然后呢你看喔 你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 也可以用他里面的 他里面呢已经有帮大家 内建了一些 好那如果你需要 上传自己的你就上传自己的 也可以 那你要讲什么内容 你可以打进去 他就会帮你生成 那下面语言 你可以先 选好 我们中文是有的 Chinese有没有 有分很多种 像这个物 简体的 这个也是简体的 我们有台湾历史 好吗 这个都爱吃台湾历史 好 这个 上面这个老师应该就看得懂 广东 对不对 广东话 好 所以点好了 好那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 加上 老师要讲的 老师你想讲什么 我们用一张就可以用很久 大家好 我是 老师是什么学校 华侨高中 华侨高中 好 高中的 陈老师 陈老师 好 老师 OK 来 那我们往下走 语言选好的 声音 其实在他的官方网站 声音可以自己录的上场 就是直接用自己的声音也可以 用它深层也可以 那这里呢 我们如果预设的 大概就是三个声音 那你可以先听看看 预设这个应该是Chain 的话应该 这个好像是 那个 我们先 preview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好 我是华侨高中的陈老师 好 这里 大家好 我是华侨高中的陈老师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 我们看到的这个AI的语音 这部分就是两男两女 就是那四个声音 就是好像公开可以共用的 大概就那四个 那这边有提供三个 那你看 这下面这边 他就问你了 这个 按下去之后会厚一点 对不对 可是这边是不是要注册 要登录 所以我就可以来这边 点下去 先登录一下 然后 连结帐号 哇 现在不能用 你们的可以用吗 刚才也不行 那没关系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黑卷 咦 怎么这么找 好 OKOK 那 我们倒录一下 其实他上面现在有蛮多个 我找另外一个 H开头 HEY 好这个 因为他也是 其实现在有很多AI 黑卷 HEY 也不行 黑卷也不行 哎哟 怎么这么巧 所以他就是不想让各位试看看就对了 那不行就算了 反正 老师都看过我牺牲 牺牲了 你就知道那个 产生素很像这样 那他生成之后 其实会是 放在CAMMA的好处是 你 生成之后 他会放在哪里 会放在 我们的 上传 的 影片里面 这样老师了解了 他会自动把你放到这边 所以说 你会不会重复使用 是不是都可以 对不对 像我 这个里面应该有 只是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然后在这里 来来来来 我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我简报 里面 应该可以连到我的那个 好 在这边 Vitalize 这一个 我看一下 没关系我找这里 因为 之前的同学的就在这边 来这个是之前同学 我是大甲高中中恩同学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位 H-I大家好 我是树莓爆炸头 这样可以吧 对也是就是提供照片 然后就是要帮我们生成 好有没有 下面是不是都DID 他就会把你放在这边 那所以你要重复使用R 其实都没有关系的 这是结合KEMA的好处 你不用特别再把它 存下来 好 这样子老师就体验过了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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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